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步人物系列视频 我是竹江老师不录 通过上一奖的学习 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自己设计的图片轮波器里面 加上一个无线循环轮波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的知识点 看一下我们的思维导图 我们在谈到设计自己的图片轮波器里面 有一个滑动轮波我们的图片 然后为了实现一个无线循环轮波这样的方式 有两种实现方式 而我们上一节课学习的是第一种 也是最常见的 就是如何来欺骗我们的适配器 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将适配器里面的 GitCon这个方法的返回值设置为无限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适配器就会一直去渲染在我们的每一个条目 我们再可以结合一下我们的实际代码 我们在我们的ViewPageAdapter 这个工程就是我们上一刻的工程 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在我们的ViewPageAdapter里面 这里有一个GitCon的方法 它本身是返回的是我们具体的一个数据的长度 我们现在让它返回一个无限大的Integr Max Venue 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值 这样它就会无限去循环 然后在它渲染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次的条目的时候用当前的Position 对整个数据的长度做的是一个取的操作 那么这样取取出来的就是012一直到这个数据的长度 这样的一个取值区间 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一个循环 这是我们在适配器里面做的手脚 那么接下来在我们绑定这个适配器的时候 为了让我们一开始就能够往左侧滚动 所以我们一开始选中了一个较大的值 我们取的是当前数据长度乘以1000 然后快速的把它选中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能够往左边来滚动 然后就能够无限循环 然后往右边滚动也能够无限循环 我们再可以再回顾一下我们上级客栈的一个代码的效果 然后在这个地方 看见没有 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图片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然后滚动到这里可以一直又回到第一张 同样的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地方 一来又可以往前面去回滚到第四张 这就是我们通过第一种方式 也是最常见的 欺骗适配器的方式来实现的一个无限循环 而我们还有一种也比较讨巧的方式 也依然可以实现一个无限循环轮波的 那么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构造数据源 依然是在我们的数据源上面做手脚 但是就不是欺骗适配器让它无限大这么来玩 我们换一种玩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共有四张图片 为了实现我们的无限循环 我们可以假设在我们的viewpager空间当中 去把它摆放六个view 它本来四张图片四个view就够了 我去放六个 那么这六个怎么来摆呢 第一个为第四张图片的最后一张 而第六个而为第四张图片的第一张 请注意 我们新增的两个 这两个分别加在了头和尾 头和尾在哪呢 头部加的是四张图片的最后一张 然后尾部加的是四张图片的第一张 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图片的顺序是怎样的呢 本身四张图片的索引是0123 是这样的 它本身是这样的一个索引是从0开始 然后我们新多加了两个 多加了两个 它变成了六个 怎么加的呢 第一个是取的是四张图片的最后一张 我们把3放在这个地方 而最后一个取的是四张图片的第一张 把0放在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这样来看 这样的六个是怎么回事呢 它本身是0123 这里的0123为正常的四个图片 而3和0 头部的3和尾部的0为添加的两个 那么这样做的一个构造数据员 会讨一个什么巧呢 会取上怎样一个巧啊 我们会举例比如说你的滑动顺序 当你进入页面的时候 你肯定会显示0 请注意 你虽然现在构造了六个 那么它默认会去显示第一个 其实会去显示三 这个时候你一进来 要去让它选择0 就是选择position为1的这个位置 其实这里就是0 就是你之前真实的图片的第一张 也是你现在构造了六个图片的第二个 第二个 一来就让它先显示这个 那么一看 那么跟之前就没区别 然后一直到它往右边滑动 0 1 2 3 它本身就是这四张图片 然后第三张到了这个3过了以后 再往右边滑 如果是无限循环的 它是不是又该是0 1 2 3 所以其实3的右侧应该是0 而我们这里给它构造了一个0 是可以让3快速滑动到0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当又滑动到0 进入这个0的时候 我们要快速偷偷摸摸的做一个事儿 什么事儿 把这样的一个0置换为这样的一个0 就本来我们已经滑动到最后一页 我们把当前的页码 把当前的页码设置成这个0的页码 快速的做一个切换 由于这两者都是0 你快速的切换 用户基本上是无从察觉的 从而你看四选中的这个0 其实变成了这个0 那么这样的一个0 左侧是有3可以滚动 右侧又进入了1 2 3 看见没有 这里是我们往右边来一个无限循环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无限循环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往右侧滚动的无限循环 我们移进来先选中这个0 让它移进来显示正确 滚动1 滚动2 滚动3 滚动又滚动到0的时候 本来它的下一步应该又滚动到1 但此时它的右侧没有东西了 按理说它是不能滚的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当它滚动到这个0的时候 把它的索引快速切换为这个索引 让这个0变成了这个0 做的是一个替换的一个过程 用户无所察觉 变成这个0了以后 那么它的右侧有1吗 有1啊 又进入了1 2 3 又到0 又到这个0后 又快速切换成这个0 又是1 2 3 0 1 2 3 0 1 2 3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从右边 从右边的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功能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往左侧是不是类似呢 往左侧本来我一开始显示的是0 往左侧翻是不是应该是3 那么这里是有3 那么再往左侧翻 是不是应该为2 但是实际上我没有2了 没有2 但是我还有一个3呢 这个3和这个3又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说当你滚动到这个3的时候 我又快速的把它变成了这样的一个3 又做了一个替换 那么变成这样的一个3了以后 它的左侧有什么呢 有2 2的左侧有什么呢 有1 那么又变成了3 2 1 0 3 到这个3我又快速变成这个3 因为这里的两个3和我们刚才的两个0 它是一模一样的 你快速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偷天换柱的一个感觉 用户是无所察觉的 从而从这个3变成了这个3 它的左侧就又有2 1 0 3 2 1 0 3 2 1 0 从这样我们又实现了一个左侧的循环 那么把我们刚才的左侧循环和我们的右侧循环加起来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左右的无限循环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要给大家介绍的最重要的第二种实现无限循环轮波的方式 我把它称之为构造数据源 我们的核心思想啊 构造一个数据源 那么我们这里肯定要结合实际的代码 看一下应该怎么来书写一下它 来重新再梳理一下关键点啊 本身是4个 现在要变成6个 就是因为我们的头 第一个位置要插入图片的最后一张 然后最后一个位置要插入图片的第一张 我们得先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源 才有着玩 所以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先来搞一个数据源吧 比如说我们声明一个 int数组啊 就是我们的datas 它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这里没有办法直接把它初始化 先初始化一下它的长度吧 没办法初始化它的具体的值 初始化一下它的长度 它就等于我们本身这里的imagines 点array点lens加2 大家想一下 我们本身这样准备的一个图片集 它的长度是多少 是1234 它的长度是4 那么我现在要构造这样一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4加2 加一个头加一个位 加一个尾就变成了6 那么6的话 我这里初始化这个数据的长度 我就把它变成了 igest.igest.lens.lens加2 用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加2 就是我这里叫做我们构造的 构造的数据源的长度 就是之前的长度加上一个2 但是光有长度不够啊 对吧 你得完成这个数据源的初始化 那么我们又来一个比如说就叫做private的一个void init data 我们来构造一下这个具体的怎么能构造它呢 其实它的构造也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你要知道它的第一个元素我们手动的来指定 它的第一个元素是什么 第一个元素是整个图片的什么 最后一个它就取的是这个iris取的是它的下标取的是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iris.lens-1 这样就取到了这个图片的最后一个元素 就是我把它设置为了设置为我们把它设置为什么呢 设设置为新的数据源的第一个数据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的设置最后一个数据 我们设置最后一个数据 我们一起干的最后一个数据就是datas什么呢 datas它取的一个长度就是我们datas.lens 取的是这样的一个长度 减1这个位置上的元素我们把它复成什么呢 复成我们整个图片的第一个还记得吧 iris0 这样就完成了怎么 这两步就设置好了第一个数据和最后一个数据 就换句话说我们有了什么 有了3有了0 这两个有了中间的不就是按部就班的0123吗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通过一个for循环 就是我们中间设置的元素啊 其实就是跟之前一样 int一个什么呢 inti等于0 i小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数据源点iris点lens 然后一个i++ 这是我们中间的 然后我们怎么来复制呢 datas它现在不是从0开始哦 我们0已经被复制了 就是i加1这个位置的元素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imagine.iris点一个i 我们把对应的i的元素全部复给这个data是i加1 那么换言之就把我们对应的这个0123 复到了我们新的数据里面的1234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本身0和5啊 0和5已经有了 就把中间这个位置给复上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initdata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来怎样的一个数据源呢 就构造出来了301230 我们就构造出来这样的一个301230的数据 好的 那么我们的数据有了 是不是我们怎么来做这个手脚呢 首先啊 我们之前适配器的改动先把它还原好吧 我们现在不再需要设一个较大的值 我们只需要一个正常的值 而正常值完了以后 那么这里的正常值有了 这里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呢 这里就不再是取了哟 我们直接把代码注释掉 我们直接取的就是你这个creation上面的元素 好的 我们适配器的代码先还原 还原好了以后 我们这里的数据也有了 数据也有了 那么我们这里怎么来写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先初始化我们的数据 我就写上一个初始化数据 有了数据以后 我们要初始适配器 那么这里的适配器就不再是传的 之前的这个数据传的是什么 传的我们新构造的datas 而新构造的datas传的绑定适配器 好绑定完了适配器 又选择一个较大的条目 我们现在不选较的条目 我们选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默认选中第二个元素 请注意 因为我们第一个元素是 我们的最后一张图片 我们一来要显示我们的第一张图片 所以说我们默认要显示 要选中我们的第一个元素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 vp.set current item 去多少呢 去1 然后去5块数的选中 好的 那么到这里为止 就完成了我们的数据初始化和绑定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做完了吗 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里数据也够造了 我们的适配器初始化也选中了 但是我们的核心代码还没写 什么核心代码 当右滑动到0的时候 要替换0 当左滑动到3的时候 要替换3 这才是我们这里实现 无限循环轮波的一个核心点 往右滑动到0 滑动到这个0 要把它替换成这个0 往左滑动到3 要把它替换成这个3 那么这个过程怎么来做呢 这里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到我们的viewpager的一个监听器 这个监听器名字叫做什么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随便写一个叫做我们自己的class的一个叫做viewpager的一个叫做change listener 我们先写这样东西它实现于什么呢 实现于我们的on page change listener 就是说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监听器 这个监听器是在我们的viewpager滑动的时候 对它做一个监听 那么这样一个监听要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先看一下有哪些方法要实现 这里有三个方法要实现 我们来着重关注一下 这里是on page score 当它滚动的时候和这里是on page score的签接的滚动的状态变换 这两个其实我们都不关心 我们核心方法是这一个 当它选中的时候 换句话言之在我们在我们的思维导图里面 当它滚动到这个0 当它滚动到这个0 其实触发的就是on page selector 当它滚动到这个0会触发它 那么触发它以后 我把它快速选中 它也不就完成我们想要的了吗 同样的道理往左侧为3的时候 也会触发这个on page selector 我快速的把它选成这个3 不也就能够完成我想要的一个功能吗 对吧 那么看这份代码怎么来写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这个地方 我首先要声明一个中转的变量 就是page index 就是我当前到底该选中哪一个 我当前到底应该选中哪一个 我每一次来的以后 我先把这个position 复给了我们的配置 先把这个值复给了它 直接复给它 如果我的配置 我当前的索引就等于我当前select选中的这个位置 复给它了以后 我要做一个判断的 来吧 我们怎么做一个判断呢 if position等于等于0 如果我们这里的pression等于0 大家想一下 如果这里pression等于0 是不是就代表我选中的是这个3呢 如果pression等于0 代表我选中的是3 那么是这个3 是不是应该快速切换为这个3呢 对吧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写上这样的一个注释 叫做什么呢 当前试图 这里是当前试图为第一个的时候 快速将页面 页面所以设置为图片的最后一张 然后可以做一个快速选动 快速的选中 我们将图片的索引设置为图片的最后一张 就设到哪 设到这个地方 设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的话 就是就说其实应该是将图片的索引设置 设置为数据园 我们这里把写详细一点 数据园的倒数第二个 看见没有 我们数据园有这么个吗 我们这里是这个3 我要设成这个3 就是数据园的倒数第二个 数据园的倒数 倒数第二个 第二个 然后这里怎么来写呢 就直接是我们的page index 就是我当前的这个索引 它应该等于我们beta 死点lens 减多少 如果是减1的话 是不是就是0呢 减1就是0 减2才是这个3 减2 请注意啊 这里 当我当前选中的是第一个元素的时候 选中这样一个3 那么我要让我当前的索引变成它 它是多少 它是整个程度减2 请注意 这是程度减2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if 那么同样的else 来个else if else if怎么写呢 if我们的predation 等于 if我们的predation 等于我们的一个datas.lens 减上一个1 因为我们其实关心的是头和尾嘛 你选中这个元素的时候 我选中这个3 我就把它切换成这个3 一选中这个0 我就把它就快速切换成这个0 那么当你等于data 是认识减1的时候 这是什么呢 那么这里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写上我们的注释 当前是图 这里又是繁体字 这当前是图为最后一个的时候 将页面索引设置为数据源 来看一下 为最后一个的时候 将页面索引设置为数据源的第几个 第二个对吧 设置为我们数据源的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索引是从0开始 01 所以这里的索引是多少呢 配件dx就等于我们的1 请注意啊 这里的if和else 这里的if和else就做到了 当它到这个3的时候变成这个3 当它到这个0的时候变成这个0 那么这里的索引全部都设置好了以后 我是不是要根据这个索引来选中它呀 选中它 怎么来选呢 if我们当前的pression不等于我们的配件dx 我为什么要加这样的if if不等于啊 大家想一想我本身这里是做了一个负值的 就本身配件dx和pression的值其实是相等的 如果你没有走这两个 你没有走这两个就证明你既没有到头也没有到尾 那么我不需要去做一个替换 我什么替换都不需要做 只有当你进入了这两个 你把配件dx改变了值就代表你需要做替换 所以我这里做了一个两者不相等的判断 如果两者不相等 那么请你快速替换为配级index 然后去 这里如果两者快速 快速替换为目标对象 如果两者不相等 则快速替换为我们的目标对象 请注意啊 这里啊 我们再来给大家好好的过一下 这里有一个中转变量 当前页标 当前页面的所以 我再写上一个 当前应该显示的页面的索引 应该显示页面索引 它本身呢 当前选中的和当前显示的是应该相等的 对吧 你当前选中的和当前显示的是不是应该相等 所以这两个做了一个相等 那么在哪种情况下 我让它不相等 在这里当它滑动到这个3 它本身的索引是0 我必须把这个索引变成这个位置的索引 从而把这个3就变成了这个3 同样的当它滚动到这个位置 它的索引其实是数据元素的最后一个 我必须把它的索引变成这里的1 才能把这个0变成这个0 所以这里是这两个if 而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个替换 然后才进行这样的一个set set怎么怎么样 set它的current item 如果没有做这样一个替换 这个是不执行的 这个是不执行的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一个 这里就是把我们的对应的绑定上 对吧 这里是vp.add page change lesson 我们把我们这样的一个监听器绑定上 它才会起作用 好的 我们再来过一下 首先我们构造了一个数据元 长度为原来的加2 怎么构造它的呢 在这里构造的时候 在第一个位置和最后一个位置做了一个手脚 数据元有了以后 当我在页面选中事件的时候 做了一个悄悄的替换 替换完了以后 我的适配器也绑定好了 一来先选中第一项 这就是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现在把我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这样的一种构造数据元 能否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无线循环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同样的我们之前的适配器啊 全部还原不但是max value该有多长就是多长 同样的在渲染这个条目的时候啊 也不再是对它对应的取是哪个pression 就是哪个pression 好的 我们的项目工程已经跑起来 看见没有 它一来选中的就是这个枫叶往右侧滚动 往右侧滚动 往右侧滚动 好的 第四章到底了 我再往右侧滚动 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刚才的枫叶 再往右侧滚动 看见没有 这就完成了右部的循环 那么同样的我往左侧看见没有 这是一个照相机 再往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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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这样就通过我们的构造数据元 也实现了我们一个无线循环轮播的方式啊 这里给大家推荐的两种 也都是希望大家去着重去掌握它 并且理解它 在实际的项目开发过程当中结合你项目的需要再做一个选择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再见